印度一辆破摩托到底能装下几个未满18岁的装汉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印度摩托的载人极限 黑娃很是兴奋 因为摩托超载 火车挂票这可是印度的特色和绝活 所以它信心百倍 只为让中国观众心腹口腹 对于开挂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印度人做不到了 就目前来看 一辆载重只有250斤的印度二手破摩托 已经被七名大汉牢牢的骑在身上 是否还可以更多呢 摩托原地超载数人还不够 必须得在超载的情况下 行驶一分钟才可以 摩托车最终载着八个粗壮的大汗 艰难地行走着 也不知道这辆摩托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要被这群印度人这样欺负 摩托晃晃悠悠地行驶着 这群男人脸上洋溢着孩子般的微笑 但是这只是开始 为了让中国观众相信 印度人在物尽其用的道路上是有无限可能的 在八个人只是小意思 后面还有大招 你觉得这辆二手破摩托 可以最多在多少人正常行驶呢 请做出你的选择 他们找来一根五米的铁棍横在摩托的七寸处 也就是摩托的西腰上 他们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搭载更多的壮汉 他们能成功吗 不得不说印度人真是什么都想得出来 这样一群人乌央乌央地坐上去 就不怕翻车吗 如果是这样的加杠摩托 你敢坐着多一圈吗 在经过了数次调整后 他们开始上路了 摩托上龙工作了十个人 你说就他们这个样子 要是骑行在我们国家的马路上 被交警拦下要扣几分 罚款多少 摩托竟然还顺利地上路了 我都有点怀疑是印度摩托质量好 还是印度人技术高超了 但是很显然这样的方式也没坚持多久 毕竟他是不平衡的 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他们还是想按照正常的坐姿进行挑战 最大程度上在人行驶一分钟 不能有人掉下来 明场面又来了 看到这样辣眼的画面 想送给他们一首忐忑 这一轮就不能算了 因为有人给掉了下来 但是其余的人却开心地像个孩子 你不得不说印度真是个开挂的民国 要是在国内你这样做 难道不会有人说你脑子进水了吗 第二轮挑战开始了 真是枉死了整啊 就这样的骚姿是他们能坚持一分钟吗 我是不信的 你觉得他们能成功载人齐行一分钟吗 最终他们还是失败了 但是却也让我们见识了印度人的开挂属性 面对这样的场面 屏幕前的你 是不服吗